我们在台中就是要吃叉米 还有我们在中部吃到的这种荷包蛋 都会流汤啊 OMG 大家好,我是脱刀 我们现在在台中这里了 然后这种身旁的这家旅馆是城市漫游 我们昨晚在这附近的酒店吃了一顿还不错buffet之后 我们就选择住在这边 是因为他这边一晚平日药价1700 然后有附停车场 还有附早餐 我们来试一下他的早餐 看他表现会是如何啦,好不好 那我们就一起进去吃吃看吧 GO 好,我会想吃吃看吧 我們現在已經入場了,我們因為是七點入場了 所以現在目前現場只有我們一週而已 不過沒關係啦,我們昨晚是住雙人房 所以我們今天有兩張的早餐券 如果他這個可以折線的話就好了 那我們就去拿點東西來吃吧 對,我們暫時也要花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OK啦各位 我们已经拿第一回合早餐回来的 我们在台中就是要吃叉明 还有配上我们经典的东泉辣酱好不好 还有我们在中部吃到的这种荷包蛋都会流汤啊 OMG你知道吗 我们在北部点这种荷包蛋 跟它所有半熟蛋 那个兼台人员都还会认一下 你确定你要吃半熟的吗 可是今天在中部这边你不用讲 我们心中的理想的荷包蛋就是这样 一定要流汤 鱼卵鱼沙拉吗 鱼卵鱼沙拉吗 它这个东西小孩子一定会喜欢吃 鱼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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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嗯? 我是覺得高麗菜表現是清脆爽口的耶 這個應該是日式雞排吧 只不過它應該是很早就把它炸起來 放在那邊放涼吧 所以它吃起來是會比較有那種油膩的感覺 還蠻可惜的 來吧,接下來輪到炒麵了 沒錯,這個就是中部炒麵的味道了 因為它就開始台中了 來吧,讓它跟冬泉完美的結合在一起 嗯,弄得蠻多了 然後再加上去 至於這個茶葉蛋的部分 我很喜歡吃整顆的滷到都黑透的蛋 雖然說這個茶葉蛋就像追求一個人一樣 你不管滷它幾天幾夜 可是啊,它的心依舊是沒有透的 好了,那我們已經吃完第一回合的早餐了 我們等等再去拿一些東西來吃吧 今天就來看大家去的 看這一天! 我已經買了很多人 很多人都在買來吃 你可能是不能吃過 我可以吃完 好久了各位,我們拿第二回合早餐回來了啦 只不過因為他這邊現場的樣子就可能就真的就這幾樣而已 先這樣吧 我真的好喜歡這種海底雞跟玉米粒攪拌在一起的那種感覺 好,來吧!太陽蛋一口悶啦! 這個蛋剛剛我們一夾起來它的蛋黃就直接湧出來 這種視覺上的享受會讓我們的食慾大開啊 好,來吧! 小魚在一起,吃了兩口 這裡糊塗了,吃東西 小魚在一起,吃起來就好 怎麼會有這麼多的呢? 雅,雅,雅 小魚在一起吃 嗯 OK啊各位 那我們等一下再去拿一點什麼東西回來吃好了 感覺好像還可以耶 喔 OK啊各位 我們這回合就是不免熟了 還是拿了一碗粥 就總覺得我們來吃這種早餐 真的到最後你還是會想要吃一碗吧 它這個東西就是會讓人覺得西中平常的東西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它就是會有一種魅力 會讓人想要去吃它 謝謝謝謝謝謝 這時候我們剛剛我看到旁邊的座位先生 他桌上有一份菜桃櫃 我就索性好奇問他們一下 抱歉啊 我再問一下 為什麼那個他有蘿蔔糕 那是我們的員工 所以我員工有給 你好 原來如此 你想吃我再煎給你沒關係啊 沒有 你們沒有提供的話沒關係啊 沒有 你想吃我可以煎給你沒關係 好 可以嗎 好 這還蠻讓人喜出望外的呢 來吧 菜桃櫃 來吧 菜桃櫃 這還蠻給你 還有一口悶的選項啊 如果有的話 甚至說你可以跟他們另外單點 這真的會是很加分的選項耶 來吧 各位 蔡桃桂荷包蛋一口焖 我们这个炒面吃到最后 我们就用这个太阳蛋 帮它做个完美的结果 好 各位 那我们已经吃完瘦的早餐了 我们等一下就带大家去房间 介绍一下我们昨晚住的房型是什么样子吧 谢谢 ok 各位 这边就是我昨晚住的房间 一晚又加1700多块的房间 在饭店它提供的备品部分 它有提供了知名品牌咖啡包 还有甚至说它的冰箱就是我们常见的 单纯冰饮料用冰箱 那各位这边就是卫浴部分了 它这边卫浴是采取淋浴跟厕所是分开的 而且都是干湿分离的设计 那这边就是厕所间的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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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甚至说你不喜欢停地下室的话 它的户外又专属的停车阁 而且它还有露天天台部分 我们再跟各位一起去看一下吧 台中 风光明媚的啦 只不过各位啊 如果你是春节出游的话 可能在外面路上到处都是人 人山人海 可是你可以买一些宵夜 甚至啤酒回來 这边跟你的好朋友 家人 一起坐在这边喝酒 吃宵夜的话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有乐趣的地方 OK啦那各位啊 最后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这次吃它早餐的想法好了 只不过它今天太阳蛋的部分 真的是太让人流连忘返了 所以我们就是一颗接一颗 好像前后我们总共吃了 九颗蛋吧 虽然说它这个早餐是附赠的 只不过你都来到台中了 真的你可以吃个炒面 配个太阳蛋 再出发开始你一天的行程 只不过我们这次是在平日过来住 如果你是要在假日或是节庆的时候 过来这边订房的话 你要先确定一下 他当时房价是多少钱呢 那各位看到这边 如果有什么推荐吃到饱餐厅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我看到就会去回复啊 还有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也欢迎加入我们频道会员 或是利用超级感谢的功能支持我们喔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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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